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2019年华为的处境无疑是艰难的,甚至危机四伏 毋庸置疑,华为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制裁 让其在海外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 3月31日,华为正式发布了2019年年报 实现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 净利润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 但是2019年,华为海外消费者业务至少损失100亿美金 这与谷歌GMS服务不能使用密切相关 所以作为GMS替代评的HMS,变成了现在的重中之重 2019年在大家看来就已经足够困难 而2020年很多事情的出现更是超出预估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直言2019年是华为最有挑战的一年 2020年是华为最艰难的一年 也是检验华为实力的关键一年 除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也要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徐直军调侃道,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 希望明年还能发布年报 不过针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 目前华为在中国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恢复 因此对于华为来说 2020年更大的挑战可能依然是来自于美国的实体清单 早前路透社消息指 美国打算收紧对华为的限制 打散逼使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 停止为华为芯片代工 对此徐直军在发布会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消息的确凿与否 但是他想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任人宰割 或者对华为置之不理 相信中国政府也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